一碟炒上海青 一碟小葱炒猪肉 一碟烟火腿 薛仁贵和好友周青有些害羞地相视一笑后 便端起香偏喷的白米饭疯狂干饭 很明显烟火腿更受二人的青睐 两人早就饿得不行了 桌子上的饭菜三两下便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大哥 饭没了 薛仁贵看见桌子上还有几粒米饭 秉持着不浪费一颗粮食的好习惯 就将其揉搓成一团塞进嘴中 樊家庄主在旁长叹一声 薛仁贵还以为是他们的吃相把庄主吓住了 于是赶紧出声解释 是哥俩好久没吃饭了 所以才有些失礼 庄主连忙摆手说不是这个意思 自己心里难受是因为 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原来是不久前 庄子上收留了两位落难女子 这两位女子正是博寥国的昭阳公主和侍女彩儿 他们遭到了一群山贼的追缠 领头的李庆红看上了昭阳公主 死缠只要娶她为压债夫人 就凭你 有何得何呢 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债夫人呢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个 为了避免殃及樊家庄 昭阳公主提出要和李庆红比武 只要赢了她 她就跟李庆红回去做压债夫人 昭阳公主以柳叶双刀对敌李庆红 起初两人还能打个来回 但李庆红身为烽火山的大当家武功自然不弱 而昭阳公主则是有伤在身 此消彼长之下 昭阳公主很快便不敌被生擒 好在此时樊庄主站了出来 她劝李庆红说道 成亲本是一件喜事 没必要捂刀弄剑的 既然你赢了这位小姐 娶她过门是天经第一的 应该明媒证据用大红花轿把人接过门去 这样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李庆红听后觉得言之有理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 你给我把人看好了 如果他跑了 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说罢李庆红转身离去 樊庄主让昭阳公主赶紧跑 可他不忍牵连到樊家人 便决定留了下来 当即向樊庄主表示 这件事情他们兄弟二人管定了 你可别小瞧我们 我们可是专打坏人啊 樊庄主很是感激薛仁贵两人的拔刀相助 但他看两人赤手空拳的 于是便主动提出要带薛仁贵和周青去库房 挑选一把趁手的兵器 周青一眼便相中了一根秦书宝铜款的铜箭 我这个正合适 可薛仁贵选来选去都没挑到合适的 樊庄主见状立即说他后院的茅屋内 还有一把祖上传下来的截 什么截 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 我想你也不能用它 那把吉有二百四十几种啊 薛仁贵闻言顿时来了兴趣 当即就让樊庄主带他去茅屋看看 当薛仁贵看到方天画戟时 瞬间就两眼放光 两者清津一谈 方天画戟便发出阵阵龙吟之声 装主还想出去叫人把方天画戟拆下来 薛仁贵却是白手拒绝 金色传说 薛仁贵刚刚获得顶级神装方天画戟 这是把好戟 不轻也不重 手养的他 拿着二百四十斤的方天画戟便出门找小怪说惊艳 我们是来娶亲的 你们是来接亲的吗 没错 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薛仁贵摆出方天画戟在地面上画出火花 山贼们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简单 随着二当家的一声令下 一帮小怪们蜂拥而上 对此薛仁贵却毫不惧色 挥舞着方天画戟 一招电光毒龙钻直接穿过人群 直击三当家脑门 随着方天画戟的左右晃动 两排的小怪全部被击倒 眼看老三被抓老二坐不住了 他持刀向薛仁贵砍去 薛仁贵紧一招便打落了他手里的刀 随后一击将他扫倒在地 周青躺迎上分爽歪歪 就在这时 李庆红持刀凌空向薛仁贵砍去 薛仁贵硬是截下了这一击 李庆红作为烽火山的大寨主武功自然不弱 一把大刀耍得炉火纯青 但薛仁贵不但师称战神离境 自身更是力大无穷 十几个回合下来 李庆红被薛仁贵锁在身后动弹不得 最后一招果尖帅直接让其失去战斗力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 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 并不饶你们 听到薛仁贵的话后 山贼们如蒙大赦 慌里慌张的逃窜四方 薛仁贵将三位头领绑到庄子里 但他却没有为难他们 反而是亲自为他们松绑 薛仁贵给三兄弟指了条明路 那就是跟随他投居入伍为朝廷效力 李庆红三人很是佩服薛仁贵的为人和武功 当即任他为大哥 并表示要追随他前去投居 薛仁贵不但收了几位武艺高强的小弟 还亲手为昏迷不醒的 昭阳公主治好了剑伤 将他救醒 樊庄主作为最强NPC 眼看薛仁贵武器和小弟都有了 就差一个情侣了 樊庄主的随口之言 让对昭阳颇有好感的李庆红 很是尴尬 但还好大哥薛仁贵一阵言辞地拒绝了 此时昭阳公主走了出来 他非常感激薛仁贵的救命之恩 临走前 薛仁贵还不忘给昭阳留下了治疗剑伤的药房 昭阳公主因此看向薛仁贵的眼神更加拉丝了 一路真重 多谢 而就在薛仁贵带着几个小弟寻找军队的路上 不曾想又遇到了一伙山贼 周金刚想上去试一试新武器同舰的威力 却被大哥薛仁贵抢先一步 我乃大唐先锋营 月子号第八棚火头军 薛老爷薛李世言 对面山贼一听来 人竟是杀害好兄弟董葵的郑主 立即就要冲锋砍杀薛仁贵 但山贼的武功在薛仁贵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锦衣召变将其打落马下 薛仁贵还想继续上去攻击 突然被李庆红给叫住了 原来这些山贼竟然也是李庆红之前的小弟 而就在此时 山贼中的一人竟然叫出了薛李的真正名字 大哥 原来是你啊 天徒 你怎么会在这儿 大哥 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这是薛仁贵从剧以来最威风的一次 带着八个新书的小弟在地面上策马奔腾 很快他们便追上了大部队 薛仁贵先一步回到火头营做饭 而朱青则带着六位兄弟去找张士贵投军 路上他们偶遇了 何宗宪和张志龙这对卧龙凤厨正在比武 张志龙连环的扫堂腿都没能提到何宗宪 反而被何宗宪一脚侧踢就干翻在地了 八位小弟见状忍不住吐槽道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随即周青继续带着众人去面见张士贵 听到薛仁贵不但还活着 竟然还收了七位小弟来投军时 张士贵十分的震惊 什么 你大哥 薛李他没事 当然没事了 周青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 何宗宪听出了几人对他的嘲讽 当即就提出要与李庆红比斗一番 只要战胜了他便保准他们留下来做棋牌官 而张士贵也想趁机看看几人的能耐 便同意了他们的鄙视 不料何宗宪不讲武德 在李庆红还在抱拳之时就发动偷袭 一拳打在了他的脑门上 李庆红一点是没有 何宗宪的手反背震得疼得不行 他再次上前想将李庆红摔倒 可李庆红一个蓄力便将其震退 何宗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手 自己怎么可能那么水 受到羞辱的他再次挥拳攻了过去 李庆红虽然被薛仁贵几个回合就打败了 但他的功夫绝对不弱 对付何宗宪实在是绰绰有余 他几次都能直接掐住何宗宪的脖子结束游戏 但每次都是点到为止 如同戏耍儿童一般 张士贵见状赶紧喊停了鄙视 你们都很不错 都很有英雄气概啊 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 对于张士贵的邀请众人皆是婉拒 他们更愿意去火头鹰与大哥混 什么 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哪 对 忘了别成军 薛仁贵对于七位小弟的到来很是诧异 凭他们的本事当个棋牌官完全是绰绰有余 但他们却表示愿意誓死跟随大哥 并吐槽周青爱慕虚荣 舍不得棋牌官一直 我看周青那个人 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 是不是 对 薛仁贵不好跟众人解释周青卧底的身份 只是让众人要相信周青的为人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